这个母亲太狠心了 竟然把女儿送给房东来提房租 女孩却没有反抗 她把便利店的门拉下来 面无表情的 一颗一颗挤开衣服扣子 母亲躲在房间里 门板隔音很不好 她能清楚地听到外面的动静 完事以后 房东觉得还不过瘾 竟拿走了她的口罩 女孩想夺回来 房东却好拿回去当收藏品 为了下次能继续来 房东好心施舍了她300块 女孩也欣然接受 不是她不自尊自爱 而是因为被欺负的原罪是贫穷 原来女孩的母亲 因为丈夫出轨得了抑郁症 唯一赚钱的来源 是这间并不怎么赚钱的便利店 房东发现 他们是孤儿寡母后 在一个很平常的下午 冲进便利店想干坏事 女孩尖叫着躲在角落 母亲听到声音 冲出来想保护女儿 但房东看待的眼神 充满禽兽的欲望 为了不让自己遭受迫害 她选择牺牲女儿 但这种事一旦开了头 便在没有停下的时候 房东每次办完事 都会给她减免一点房租 心情好的时候 还会给她施舍点辛苦费 而母亲因为这件事 受到刺激 彻底变成一个疯子 女孩呢 知道反抗也没用 所以欣然接受现实 但她只剩下 母亲唯一一个亲人 于是每次的施舍 都会拿这个钱 买秋刀鱼 做给母亲吃 可令女孩没想到的是 生活已经很痛苦了 房东竟然还带来一个客人 让客人也欺负她 这位客人很特殊 因为此意外车祸 导致她下半身终身瘫痪 而她的父亲 已经60岁了 这些年 因为照顾她 身体逐渐出现问题 为了减少父亲的压力 男儿会每天卖猪 一边退轮椅 一边卖糖果 零食和彩票 但大家都很有安全意识 看她这副艰难的模样 怀疑她为了赚钱 会买三物产品 所以收入微乎其微 几乎可以算作没有 街头混混 也天天嘲笑她 开轮椅的速度 越来越快了 小青超车 被交警罚款 男孩不敢还嘴 她觉得 现在活着 就已经很好了 尊严这个东西 又不能当饭吃 于是 她又躲到了 一个废弃的公厕里 一个人生闷气 一旦到了下雨天 就是她最艰难的时候 如果打伞 就不能推轮野 如果推轮野 就不能打伞 所以呢 她只能一边领域 一边用锁楼带 盖出货物 但着急忙慌的她 还是摔倒在地上 身边呢 都是匆匆回家的路人 根本没有人 愿意扶她一把 而她呢 本来是一名 非常有天赋的田径运动员 天生精力旺盛 但如今这副模样 连上厕所都费劲 根本没有女人 会靠近她 于是 每天中午 她都会到附近的公厕外 听情侣们 在里面打扑克 如果是在想拍钱寂寞 就会自己手动解决 而房东呢 还兼职干保安 这天 男孩来到公寓门口 买东西 房东不让她卖 男孩为了赚钱 能把中奖的呱呱乐 送给了她 房东一个高兴 要把女孩的口罩 送给她当回礼 还说是没有洗过的 男孩虽然很想要 但是为了面子 还是很嫌弃的 表示不要 房东便把女孩的照片 给她看 问她是不是很漂亮 还说自己知道 男孩想要个女朋友 接着放出一段 男孩自己动手的视频 原来 在那个公厕里 被房东悄悄撞了 针拱式箱头 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视频 发到颜色网站上 男孩很气愤 但心里呢 更多是羞耻 房东对这种事 很着迷 他便带着男孩 来到风俗场所 找快乐 然而 人生的第一次 让他很羞涩 躺在床上 想调整人宰割的咸鱼 不仅如此 他还被美女嘲笑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 男孩被伤了自尊 不想再去尝试了 但房东 却又给他介绍一个女人 结果这一次 男孩却嫌弃 对方太老了 你那么小 还嫌我老 男孩被赶了出去 房东赶紧带他离开 无奈之下 只能带他来找女孩 在进门之前 房东告诉他 你进去就跟他说 文哥叫我来的 男孩带着谈得的心 来到女孩面前 而女孩呢 正在吃泡面 看伯乐的解说视频 笑得很开心 男孩敲了敲桌子 女孩以为 要买东西 然而 下一句 他便听到 文哥叫我来的 女孩瞬间垮下脸 眼神变得麻木又迷茫 只见下一秒 卷帘门被缓缓降下 房东看到这个信号 知道女孩没有拒绝 这才开车离开 两人来到货家后面 女孩没有多说一个字 直接进入主题 满吃之后 男孩开心不已 似乎还有一些心动 他问女孩叫什么名字 女孩冷笑一声 重要吗 男孩没有听出 女孩嘲讽他的意思 于是介绍自己 叫小六 女孩心中有些波澜 眼前这个男孩 似乎把他 当成一个人来看待 于是 他说自己 叫泡面 而小六呢 有同样的感觉 他好像也是第一次 被别人温柔以待 所以在临走前 他想泡面要求 能不能给他一个拥抱 他想再次回味一下 这短暂的快乐 泡面呢 因为房东的威胁 只能有求必应 而他却没看到 小六流下的眼泪 小六开心地回到家 结果一进家门 就看到几个陌生人 就在中间的是个女孩 父亲说 这是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 比起旁边的温柔似水 小六根本看不上这个女孩 直接选择无视 这时 女孩也说 我不喜欢她 她很没礼貌 小六呢 也赌气回了一句 我也不喜欢你 女孩听见后 气愤地跑了 父亲骂她没礼貌 小六却觉得 父亲不尊重她的想法 但心里却很明白 是父亲累了 照顾不了她了 所以 才让她相亲 两人不欢而散 晚上睡觉的时候 父亲竟然对她说 我杀了你好吗 小六顿时惊呆了 这还是那个 爱她的父亲吗 随即 父亲便睡着了 小六稍稍定下行程 以为这是 父亲因为压力过大 而说的梦话 自此以后 小六的心 便挂在泡面身上 她憋了一个礼拜 再次找上泡面 送给她一个礼物 泡面打开一看 竟然是她的口罩 过往被羞辱的场景 瞬间让她情绪失控 把带子扔到她身上 又将桌子上的东西 全都扔了个遍 为什么你们都要欺负我 原来 从此之中 泡面都无法接受这件事 以前为了活下去 才选择麻木接受 今天这份礼物 只不过是个导火索 小六吓得够呛 没想到会这样 等她发现完 把地上东西捡了起来 然后 来到她身边 小心地拍她肩膀 却被泡面躲开了 于是 小六安慰她 我不会欺负你了 你不用担心 接着她说出了自己的不幸 说自己总被被人嘲笑 是个残障的畸形儿 而每次被人嘲笑的时候 她就会躲到一个秘密基地 于是 她带着泡面 来到一个 被人涂鸦的废弃公厕里 这里的墙上 写满了物言慧语 是情绪的发泄地 小六掏出一根笔 让泡面眼却 发泄心中的怒气 只见她 写下三行字 一个委托 一个目标 一个报酬 小六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泡面解释道 这才算是杀手 因为 当杀手呢 需要三个条件 就是她写的这三行字 小六这才明白 在泡面心里 有一个想要干掉的人 小六猜 那个目标是房东 于是 她问泡面 如果 帮她当柜子手 会给自己什么报酬 泡面回答 我可以请你吃一碗泡面 因为 在那些贫贵的日子里 泡面是唯一不贵的 还能填饱肚子的奢侈品 有了这一次真心交谈 两人的关系突飞猛进 渐渐的 变成男女朋友 便利店呢 再也不是噩梦所在 而是快乐的乌托邦 泡面第一次 因为喜欢一个人 而主动选择 把自己交给小六 结果 却迎来母亲的怒火 母亲大叫着 阻止了他俩 泡面立刻送走了小六 但母亲呢 还是不依不着 晚上洗澡的时候 母亲再次戳她伤口 把她是个绿茶表 不要脸的战尖女 喜欢一个跛脚男 又够脏的你 泡面呢 顿时火从心头起 朝母亲泼了一盆水 这一下 世界终于安静了 泡面知道 母亲在心里 有过自责 否则也不会变成疯子 但又被现实逼迫妥协 所以 母亲才选择性眼下 对于房东的行为 她安慰自己是有用的 因为可以减少房租 可对于小六这个女婿 她还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 小六是个残疾人 一点用都没有 甚至会拖累泡面 而且两人似乎忘了 还有忽视眈眈的房东 等着享受快乐 最近房东发现 便利店总关门 他也不是傻子 顿时感觉 头顶绿油油的 没想到 当初随便一个举动 竟给他人做了嫁衣 他愤怒的过来敲门 我知道你们在里面 开门 两人被吓了一跳 泡面赶紧走后门 带着小六跑了出去 经此一事 小六表示 希望泡面 离房东远一点 下一秒 泡面吻上了他 这句话 看似是在 表达占有欲 但这却是 泡面第一次 有被人重视的感觉 两人虽然都有家人 但家人呢 却没有真心对待他们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只有对方 才是彼此的避风港 泡面送小六回家后 开心地回到便利店 结果一进门 就听到房东的声音 去哪了 泡面脸色一变 他知道 自己又要被欺负了 只见房东 拿出四百块 往他手里塞 泡面把手抽回去 第一次发起反抗 房东顿时火了 直接上轴 想来硬的 泡面奋力转身 踹中他的小鸟 然后跑回了家 神色如常地 给母亲做了饭 但母亲呢 看着桌上的青菜 死活不愿意吃 光是闻到味道就想吐 然后又开始骂人 泡面呢 这次没有发火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母亲是他 对亲情的唯一念想 发了火又能怎样 现实也改变不了 于是他帮不清 坐回房间睡觉 然后来到了一个 他这辈子 都不想来到这个地方 找房东 主动伸手要钱 房东看懂他的意思 于是 在杨当的厕所办了事 泡面得到了钱 立刻跑去买秋刀鱼 殊不知 下一刻 一个男人冲进来 干掉了房东 原来 男的女友 发现了自己 在颜色网站的视频 由于不甘受辱 选择了自我了断 男人气不过 找到了房东 这才冲进来 为女友报了仇 房东也算着 饿油饿报了 而泡面买来秋刀鱼后 把母亲接到便利店吃饭 而母亲呢 似乎清醒了些 于是 又开始数落女儿 当你拉铁门下来的时候 在里面干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大哥不嚼得废物 就这么值得你喜欢吗 你就这么喜欢浪吗 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吗 母亲的话 像一根针 插在他的心口上 反复发炎又红肿 时时刻的折磨他 泡面强忍着难过 把秋刀鱼搅成碎末 味道母亲嘴边 但母亲呢 却把头一扭 拒绝他喂食 泡面压着怒火 挤出一次笑容 颤抖道 吃饭 母亲这次还张开口 但眼睛里却戴着 浓浓的笔 看着泡面 只见他 一边吃着饭 一边还不忘骂人 邻居都跑来问我 你女儿是不是站间女 为什么总关门 泡面终于忍不了了 他一下又一下地喂饭 不管母亲有没有吞咽 他只想用饭 堵住母亲的嘴 慢慢地 母亲被饿住了喉咙 呼吸被愚咒 堵在嗓子眼 与此同时 父亲给小六点了根烟 回忆过去的开心往事 一根烟抽完后 父亲流下眼泪 他难过地说 如果不是他车技不好 就不会让小六遭遇车祸 如果 瘫痪的认识自己就好了 只见下一秒 父亲拿起枕头 死死捂住小六的脑袋 小六奋力挣扎 但父亲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前段时间 他被查出绝症 如果自己没了 儿子肯定也活不了 他不想让儿子痛苦地活着 还不如 跟自己一起离开 父亲压了很久很久 小六才停止了挣扎 而泡面这边则反了过来 母亲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泡面手里还保持着违反的动作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就在这时 外面穿来敲门声 泡面跑出来一看 居然是小六 他刚才呢 故意装作没气的样子 骗过了父亲 泡面立刻跑过去 抱住他 然后带着小六进来 看到母亲的尸体 小六也顿时震惊了 但看着手足无措的泡面 他心里做了个决定 只见下一刻 他拿起把剪刀 在泡面母亲的脖子上 划了下去 泡面被吓了一跳 他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泡面很生气 也很心疼 哭着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 而小六只简单说了句 报警 没想到 那一日的交谈 竟然遇遇中地 小六成了泡面的杀手 这时 小六笑着说 我要我的报酬 泡面呢 立刻跑了一碗面 刚盖上盖子 小六就打开吃 泡面表示 泡够三分钟才能吃 但小六却说 我等不到三分钟了 然后 他打开盖子 吃掉了自己的酬劳 但他却觉得 这是他这辈子吃过的 最美味的一顿食物 因为 这顿泡面里 没有愧疚 没有鸭也 更没有不得已 一直以来 所有人只看到了 小六的父亲 背负着愧疚 终身不决照顾小六 但小六心里 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 甚至呢 拖着残疾的身体 去外面买东西 忍受着陌生人 一样的眼光和嘲讽 即使挣不了几个钱 但他也仍然要坚持 帮父亲减轻负担 所以 他的内心 对父亲始终有愧疚感 如果没有他这个儿子 父亲或许 会活得很开心 而在家里 他也不敢伤心 不敢提起车祸 更不敢提起 他的残疾 因为 他不想让父亲更内疚 于是 无论他有什么想法 都会选择避在心里 但小六呢 同时又是个矛盾的 他不想被大家看不起 他也很讨厌自己的残疾 可他无法埋怨父亲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 他就只有这一个亲人 或许是因为 他的苦难 被老天看到了 于是 判来泡面 驱散了他 内心的灰暗 而泡面 与他同命相连 母亲的懦弱 造就了他的惨剧 可他跟小六一样 心里还残存着一丝善良 他知道 母亲并不是坏蛋 也曾站出来反抗过 可母亲呢 却被人心中的驱离避害 给打败了 泡面也想过 自我了断 但他骨子里 也继承了母亲的懦弱 遇到坎克 第一反应 不是反抗 而是逃避 他麻木地接受了 防洞的欺辱 把思想和身体 分开来看 从没有把身体 当作自己的一部分 否则他早就疯了 所以 当小六把口罩给他的时候 泡面心里的屈辱 瞬间被唤醒 但幸运的是 他也迎来自己的光 只有拥有 共同经历的人 才能感动身受 于是 两人互相取暖 做彼此的避风港 所以泡面呢 开始反抗了 他退去了麻木 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于是 到了最后 他压抑的情绪 彻底爆发了 而在他的心底 想杀的人 不是房东 而是他的母亲 这一点 小六也看了出来 于是 成了泡面的杀手 这时 外面响起警惕声 泡面抱住了小六 做最后的告别 小六被警察推出来后 看到了父亲 父亲俩 先是四目相对 再是晚而一笑 他们彼此 心知肚明 那股素负在灵魂上的压抑 随着法律的制裁 两人都解脱了 泡面呢 后来在飞机的公厕 卸下了三个活下去的理由 一个依靠 一个期待 一个明天 他现在找到了依靠 也对未来有了期待 现在 只希望在不断重复的明天中 可以有小六的存在 于是 泡面继承他的轮椅 学着他的样子 一边推轮椅 一边买东西 爱一个人最高级的方式 就是走他走的路 看他看过的风景 了解他的思想和灵魂 哪怕不在一起 他也依旧能感受得到 小六至恶的灵魂 本篇玩 本篇叫 亲爱的沙丑 是一部好看的台湾片 本期问题 如果满分100分 你给本篇打多少分呢 把数字发到评论区 不论呢 打95分 本篇好看 推荐去管原编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不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